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二根》创作 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一面有恒》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299集 半空中 还有一些金甲傀儡实力惊人 如同传承与血泊 数量虽不多 可任何一个远远一看都如同星辰 尤其是这里面 除了玄熙宗的修饰外 还有丹熙宗归降的那部分 使得玄熙宗的力量 哪怕到了如今也依旧强悍 远远看去 这战场的范围内根本就看不到尽头 但粗略一扫 足有数十万修士正在厮杀 可以说 任何遗处都是生死之争 任何一人都在灭亡的一线间挣扎 但总体看去很明显的玄熙宗处于弱势 正在节节败退 若非是雄城阵法的存在 怕是早就崩溃坍塌 可这还不是最让白小纯心惊的 他看向了山脉雄城 从这个地方看去 可以看到在那里 所有的阵法之中都赫然坐着数个神色麻木的丹熙宗修士 正在用自身的修为供应整个大阵的运转 丹熙宗的大阵修士早已被玄熙宗如奴隐一样 原本是打算需要时间去融合下 可是眼下随着战争的爆发 这些人如被放弃 直接就化作了维持大战运转的人形灵石 白小纯看着这一幕幕心神震撼 这才是他真正意义上第一次看到如此规模的战争 四周没有风 只有那浓郁的血腥 在这八方弥漫不断的沉点下 似乎闻一口 身体里里外外都如被鲜血浸泡 地面上没有血流成河 可所看之处的泥土早已成为了血色 更有大量的尸体 有的是残身 有的虽完整 可那无法闭合的眼睛 透出了对生命的眷恋 白小纯呼吸极醋 他甚至隐隐有些被这血腥的气息作呕 面色微微苍白 他尽管与人杀戮 可首次面对这种规模的战争 让他的内袭似乎分成了两部分 一部分正在尖叫 不断的催促他赶紧的离开此地 这里的危险程度实在是太大了 要小心死众所有区域的一切危机 可另一部分 则是使得他心脏加速的跳动 一股想要冲入进去 热血疯狂的感觉 不断的刺激着白小纯的牺牲 白小纯深吸口气 他知道自己的立场所在 他更是知道在这战场上有太多自己的朋友 他无法在看到后选择逃避 沉默中 白小纯身体颤抖 可却坚定的向前猛的一冲 速度之快 直奔战场而去 对于整个战场而言 白小纯的出现很少有人去关注 唯独战场内的铁袋 正在与玄西宗一头巨兽厮杀 此刻身体一阵 发出一声嘹亮的咆哮 这咆哮内带着喜悦 随着吼声传出 战场上所有灵西宗的战兽 纷纷的嘶吼 与此同时 玄西宗的修士 几乎每一个人都发现了 不知不觉下 他们自身的修为战力 居然在缓缓的提高 随着提高 他们无论是恢复力还是杀伤力 都明显的与之前不同 一个个虽然诧异 可却精神都振奋起来 与此同时 在这战场边缘的地方 灵西宗的一个宁气弟子 与血西宗的一个弟子 二人正一脸绝望 身体不断的后退 他们前方 是 宣西宗的修士 这墓中闪动着疯狂与嗜血 追上而来 眼看就要临近 二人惨笑 相互看了眼后 那种彼此之间 经过这段日子的磨合 已经也引成为朋友的感觉 在这一刻 随着死亡的邻迹 仿佛更浓了 之前 看你们不顺眼 若有来生 希望继续能一同死杀 一言为定 二人原本属于两个不同的小队 如今身边的人战死 又聚集到了一起 此刻长啸中 正要绝命一战 可就在这时 突然的 一道身影刹那而来 血光闪耀 紫意滔天 瞬间临近后 直接就出现在了 那四个神色猙獰的 玄西宗修士的面前 这四个人还没有反应过来的刹那 血光一闪 四人全部身体震动 睁大了眼 头颅飞起 白小纯的身影 出现在了战场中 那两个被他救下的修士一愣 在看清了白小纯的身影后 顿时惊呼 薛子大人 白氏说 白小纯回头看了二人一眼 在这战场上 他之前就看到了两宗修士 经过磨合后 在这生死的战争中 一有部分人相互之间 似要成为朋友 这对两宗的融合 可以起到极大的作用 白小纯点了点头 身体一晃 再次飞入战场内 所过之处 没有任何修士 可以阻挡他丝毫 也正是在这战场上 白小纯突然发现 自己的不死长身弓 居然强悍到了如此程度 他的肉身之力 其大不数 尤其是那防护之力 更是惊人 哪怕是 承受多人一击 也依旧没有太多感觉 而他的一击 却可以造成死亡之力 尤其是隧后所 更是如此 往往出手时 瞬间灭杀敌人 而汉山庄 更是让白小纯这里 毛色断开之感 哪怕他被玄西宗修士为主 往往展开汉山庄 身体如狂暴之兽 轰鸣而出 所过之处 骨碎之声散开 任凭对方该如何围攻 也都难以留下 白小纯丝毫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一念有恒 这不死长山公 分明就是 在战争中爆发的功法 白小纯深吸口气 此刻身体一晃 收起了一切竖法之力 只在关键时刻动用 这就使得他的持续力 立刻不同 此刻凭着肉身 直接撞在了一个 玄西宗的 铸鸡修士身上 在对方鲜血喷出时 他猛的转身 一拳轰出 与从其身后 飞来的偷袭之人 对撞在了一起 据相回答 那偷袭的修士 如同见了鬼一样 惨叫中 整个手臂直接爆开 飞速后退 白小纯右手掐绝 猛的一指 从其指节 又血光一闪 化作血界 呼吸而出 一瞬穿透 没有停转 白小纯一晃之下 再次远去 身体灵活 凭着速度 凭着肉身强悍 在这战场上 竟是如鱼得水 而但凡是 他到来的区域 这里的血溪宗修士 就会全部的身体一阵 修为战力 骤然提高 使得这战场 一处处小区域里 四杀之声 更为的激昂 很快的 白小纯就来到战场中 向云山修士 组成的那巨大的 阵法巨人附近 甚至还看到了 不远处 另一个熟悉的 阵法巨人 这个巨人 正是 种道山九大阵法 化身之一 原本在这巨人体内 应该有白小纯的位置 这本就是需要 他去操控的 阵法化身 眼下 因白小纯的缺席 使得这巨人的战力 也下降了不少 与其他八个 同类的阵法化身比较 明显弱了很多 如今 正在与一个黑甲傀儡交战 这战场的傀儡 分为 青 黑 金 三种颜色 青色普遍 黑色不多 金色最少 而这具黑色傀儡又有不同 百丈大小的身躯上 竟隐隐的带着一丝金色 而在战力上 更是超出了其他黑色傀儡 明显不凡 此刻出手时 这黑色傀儡手持打剑 突然一个脉步 竟趁着阵法巨人不被 直接撞在身上 轰鸣中 这黑色傀儡手中的打剑 瞬间刺入巨人体内 直接穿透 阵法巨人扭曲 可以看到里面的众人 全部都喷出鲜血 一个个目中露出疯狂 可却没有办法 只能看着那把大戒 在巨人体内 向下狠狠的一盏 哄的一声 巨人身体 一眼看就要崩溃了 明昔宗阵法化身 明传天下 尤其是种道山九镇 更是其中佼佼 今日一战 有些失望啊 从那黑色傀儡内 传出轻蔑的声音 与此同时 这黑色傀儡手中的打剑 猛得一条 阵法巨人的崩溃 再次扩散 里面的众人 一个个都惨笑起来 白小春不在 如同群龙无首 这化身的诸多变化 他们无法全面展开 此刻 已做好了化身崩溃后 战死的准备 可就在这时 一声冷哼 木然间从远处传来 分阵 声音传出的瞬间 更有一道印诀 虚幻而出 从远处 直接烙印在了 这阵法化身上 化身内的众人 全部身体一阵 露出了狂喜 猛地看向 此刻飞来之人 在看清了来者 的确是白小春后 这化身内的树人 全部大笑起来 每个人都瞬间 双手掐掘 向外猛的一案 配合那道 属于白小春的印诀 直接将这阵法化身的变化 骤然地展开 哄的一声 这阵法巨人身体 瞬间模糊 其内的这八九人 立刻散开 化作长虹 直奔飞来的白小春 何振 白小春嘀吼一声 双手立刻掐掘 彼此眨眼 就在半空中 凝聚到了一起 随着白小春的声音传出 相互之间 全部掐掘 引动阵法之力 轰明节 一个新的阵法巨人 直接幻化出来 降临在了这战场上 这巨人比之前高大太多了 全身不是模糊 而是如同真正的远古巨人 面孔 更是与白小春极为的相似 出现后 双眼猛的睁开 露出白小春的目光 凌厉无比 如同锋利的刀 足以撕裂所有 你想要看看 我种道山九阵之力 我成全你 白小春身上 气势骤然而起 身体向前一步走出 落地时 大地昏明 那黑色傀儡 看到这目光后 身体一震 可随后 就有更强烈的战役爆发出来 白小春 本集 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